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有一個問題 那這個顏色是要連接那個 外面的牆 不是 你還要 結束了啦 不是 外面你看的還是要問 你不問嗎 藝人規規近期因為錄製實境節目 來把營業中討論得極高 不論是開會時 被藝人搖元昊捂住嘴巴 而覺得委屈 他吸住我 對 他會吸住你 他等一下就咬你 吸住我 你看你的手 我真的就太好了 還是因為拿花枝被咬 都能引起話題 而5月13號下午6點多 再度錄來把營業忠實 期間鬼鬼獨自走到一旁的搖椅 躺下來滑手機 直到晚間8點半錄影結束 鬼鬼才和拓宗康 搭著劇組的鄉行車離開 下了班鬼鬼選擇 直接回到內湖的住處 反觀在大陸拍攝完大宋少年之二 飯台的何浩成 隔離結束後沒去見愛人 而是不斷在IG 拖出小琉球潛水 以及跟媽媽 共度母親節的生活照 就要解鬼鬼跟笑他一歲的何浩成 都喜歡跟另一半宅在家 兩人原先因為工作 分隔兩地 沒想到現在有時間相處 卻各過各的 本刊更在日前結果爆料指出 兩人早已巧巧分手 鬼鬼跟何浩成四年的戀情 原本看似穩定 但如今卻傳出情散 外界期待兩人開花結果 恐怕佔無可能 為甚麼 偶像是個好 你不得我 你不得我 你不得我